好 大家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关于这个transistor的学习 我们就从最开始最基本的去认识这个transistor 以及慢慢的去加深我们对它的理解 我们再回复这个transistor是由三个阶层 三个层面的semicron所组成的 我们知道semicron有两种 一种是genix p 一种是genix n genix p 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比较属于positive的charge genix n 它是比较属于有多余的negative的charge 然后 satu transistor 我们就有三个terminal 也就是terminal,tapak,pengu,pengu,lod,base,collector,emitter 我们就有这种两种的排法 这个是它的symbol咯 这个是它的symbol 然后就有transistor genix npm跟pnp 或者你如果要方便你可以把它记录在这边 npn 然后这个是pnp 我们靠这个下面的部分 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上面的部分跟下面的部分画 我们要注意哈我们的箭头啊 只是画在下面的部分 然后至于箭头要怎样画呢 我们就看这个 哦这个是p嘛 这个p就是positive 这个n n就是negative 所以我的箭头就要往这样子画 然后这个p呢 哦 positive 然后这个是anothermise n negative 所以我就要往箭子画 所以我们npm或者pnp 怎么画箭头 就是依靠它的lita那个tapa的terminal 以及它的pngalua的terminal 我这边有一个著名 箭头永远画在b跟e之间 不不可以画在b跟collector之间 ok 不可以画在b跟collector之间 以箭头的方向来确认 组装lita的tube的时候呢 电池的方向应该怎么放 这个只是纯粹一个component electronics wallet 它还没有组装在lita里面 当它组装在lita里面的时候 比如说这边有两个lita 组装成一个npm的lita 以及一个pnp的lita 当它组装成lita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注意看 它的电池摆放正确还是不正确 如果电池摆放不正确 它也是不能运作的 然后这个 三个terminal它的功用是怎么呢 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 不需要特别的去太在意它了 就是略略读过就可以了 我们是用最轻便最简单的方式 去掌握这个 单元所需要明白的地方 我们就尽量的不啰嗦 如果说讲的太多了 然后讲的太多 可能大家会更加混乱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书本上所给的参考呢 是直接用symbol来组装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啦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symbol 如果大家要这样子看呢 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是比较复杂的画法 不管它怎么复杂法 只要你掌握到它是属于NPN 还是PNP 你就知道它的电池怎么装了 你看哦 这里是N 这里是P 这里是N 所以记得箭头一定要画在b跟e之间 你的箭头一定要画在b跟e之间 所以 这边是b b base 是positive 然后 emitter是negative 我们就有base positive emitter negative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它的方向是这样子来的 它的方向哈 是这样子来 下来 既然知道它的方向是这样子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loops 整个绕圈是这样子绕的 所以我就知道这边是positive 这边是negative 这个我就知道了 然后 既然这个lita 这个arus 本个loops 它是要向这边了 那么它也必须向这边 不可能有一个arus 不可能有一个arus 从这边来 不可能有一个arus 另外从这边来跟它打架的 ok 不可能跟它打架 所以它需要变成分叉 去另外一边 分叉去另外一边 所以这样子我就知道这边是要放negative 好 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是属于npm的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可以大家帮助记得的 就是b是什么kutub c就是什么kutub 只是b跟c的wotan不一定一样 什么意思呢 你看哦 这个base 这里的base 是连接去positive的kutub 那么c也必须连接去positive的kutub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是帮助大家去检查看 我们的battery是装的正确还是装的不正确了 b是什么kutub c就是什么kutub 下面的这个图呢你看哦 b base 接去negative base 接去negative的terminal 你的c collector也会接去 negative的terminal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辨认 是什么ok 如果我们看这个 新的一个图 Raja4.45 它是属于pnp 所以我们看这边是p 这边是n 这个是p嘛 所以我们要讲判断b跟e之间 它的arrus是怎样流动呢 所以我们看到p是 可以减缩 一个positive 这边是negative嘛 所以它的arrus是这样子走的 ok 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整个 liter是这样子走咯 整个liter是这样子走 然后这边也是整个liter 这样子走 这两个liter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就是在这个 这个点呢 这个点其中一个差别就是这个点哦 IE是被分去两边 所以它被分成插棒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意思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IE collector是等于 IB加IC IE collector是最大的 最大的arrus 因为就是在这个part 这个阶段不了 在这个阶段它的arrus 是最大的 因为它 它是来自IB加IC 同样的 如果它是来自这样子 串合在一起 串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也是一样可以给到我们 IE是最大的reline 也是一样来自于 base的current 跟collector的current 好 这个是一个formular 来 所以我们有这个 IE等于I sorry IE等于IB加IC 这些其他的资料呢 是以前以前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东西 现在的课程就比较简化了一点 就不需要知道这样多 如果大家读得不理解也没有关系啦 这个是一个比较深入的解说 如果比如说这边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当中去知道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IB 小IB 就能够generate大的IC 你看IC是0.98 这边才0.02 这样小不了 所以0.02 就能够成功generate0.98 然后这个IE是最大的 IE是最大的1.0mA 因为它是来自于IB加IC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知识 就是说 如果IB等于0 那么这边是没有电的 没有电的话 那么IC也等于0 那么肯定的IE也是等于0 OK 这两个有什么共同点跟什么不同呢 LITA NPN 跟PNP 有什么同样 有什么不同样 如果它的transistor是这样子巴上这样子巴上 这个BURBAN是什么意思 BURBAN就是你要的UPPUT BURBAN就是 通常是大电的地方 我们要的UPPUT 我们要的结果在这边 BURBAN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放一个RB呢 在BASE LITA BASE LITA BASE 我们放一个RB是要缩小IB 我们放RB是因为 VS啊 这边有一个VS啊 关于LITA TAPA LITA TAPA LITA TAPA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我们可以看LITA TAPA的 FORMULA就是 VS等于 IB V等于IR V等于IR 乘以RB 所以当RB很大的时候呢 IB就很小 OK 所以 呃 当然 IB不可以小到太小 小到太小的话 直接没有 不能走 不能走的话 它就不能generate了 所以 从0开始的话 IB IB等于0的时候 IC也是等于0的 IB等于0的时候 IC也是等于0 然后IB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怎样让IB慢慢增加呢 就是我把这个RB 慢慢的调小 调小 它的IB 当RB 被慢慢的调小的时候呢 你的IB就慢慢的提升 提升到 啊 不需要很高 它只需要好像 刚才那个图啊 刚才那个图 才0.02mA不了 只要它到达0.02mA 那么 另外一边LITA 本文部呢 0.98mA 它就启动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Printan的功用 就是要限制那个IB 让它 是不会很大的 OK 部分就是我们要的result 两个的共同点呢 是 它必须要 Tediria不到LITA Tapak 和LITA 有两边的 左边一边 右边一边 LITA Tapak 不如我们 加败WOTAN minimum 这个WOTAN minimum 这个WOTAN minimum 啊 这个WOTAN minimum 啊 我写成WOTAN minimum 它就是必须大过或者是一样 跟 WOTAN antaraBE BE BE就是这边也是有一个 虽然这边你没有看到电池 但是这边有一个SIMBANG嘛 我们知道好像Diode之前学Diode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SIMBANG SUSUTAN嘛 你看看 LAPISAN SUUSUTAN LAPISAN SUUSUTAN那边就有一个WOTAN是抵抗着它的 反方向跟这个的 它抵抗着它 不让它走 但是当 我们的WOTAN minimum 大过 WOTAN antaraBE 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 冲过去了 你的ARUS就可以冲过来 我们的ARUS就可以冲垮 冲垮这个障碍 然后 就让 隔壁的LITA也变成 完结 隔壁的LITA也变成一个Complete的LITA了 OK GiriLITA Transition Eleganist by LITA Swiss Swiss的意思是说 我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把那个Swiss装在这边 用手机按按按按按 不需要 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有危险 因为这个是大电的地方 这个LITA本文部是大电的区域 如果我们直接 ON OFF这边 Button在这边 可能我们会有触电的危险 所以我们 就用这种的 你的ON OFF可以装在这边 然后你就只是 touch到小电 然后这个小电帮我们 generate大电的 让它可以走 接下来 ARUS I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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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LIFIER的功用呢 的 PHENOMENA就是要把小的变大的 OK 小的变大的 小电变成大电 这个就是AMPLIFIER LITA LITA PELU UNTO MAHAT 跟ARUS 这个是刚才讲的咯 他们的差距呢 反正就是他们的差距就是在电子怎么装的了 那个三个terminal terminal tapak terminal 本公布这个三个tapak应该要怎样连接去positive的good group跟negative的good group就是这样差别的了 所以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了 好我们来看课本 所以这课本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解释了哈 啊但是我们可以再重温一下 来这边 这边也是我有highlight起来 RB 大家也可以highlight起来 刚才我是highlight什么咧 刚才我试 UP 刚才我是highlight 我是highlight在第三个point 第三个point 这边咧 好的,我们就这样子左右来看 首先, 所以当这边是开着,这边是 那么就没有电了 Lita tapak没有电呢 也代表说Lita tapak的棉材 Lita tapak的棉材 Lita tapak的棉材 IB是棉材,因为没有电走 这里没有电,IB是棉材的 IB是棉材,当然这个LE也不会亮 LE也不会亮 接下来 这一句的意思是说,看起来 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完整的Lita 看起来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Lita 而且它有自备 它有自备一个Battery 在这边,好像是Langup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Transistor它的功用好像一个Swiss 这样子 这边好像有一个Swiss 只要Lita tapak 或者是Arus tapak没有流过这边 那么Arus tapak的棉材 或者是Lita tapak的棉材 就不会Complete的 所以这边也不会亮起来 这一句话说 Mentor L2 tidak punya la 所以这个L2呢 tidak punya la Walaupun Lita tapak的棉材 看起来是棉材不了 其实它是 在Transistor那边呢 它是没有被启动的 Karena Transistor tidak ada di situ 但Arus tapak的棉材 所以 I B 等于0的时候呢 I C肯定 也等于0的 接下来呢 apabilaSwiss ditutup Mentor L1 bernyala 跟Malap Karena Perintang RB perintangan tinggi danArus tapak adalah kecil 所以如果 我现在是把它关下来 如果呢 我们现在是把它 的Swiss Lita tapak的Swiss 把它连起来 OK 我们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了 那么连起来了 L1 就会亮 但是它亮也不是怎么亮 还记得吗 我讲过 一个Mentor的亮度是靠 你有给它多少Arus 以及多少多大的Wodan 两个关键 决定一个Mentor有多亮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Arus 现在Arus tapak 很小 所以Arus tapak 小呢 它有亮 但是是暗淡暗淡的亮 Malap 但是呢 这个就很大很大的光线了 这个L2 L2 很亮了 因为它 它具备的是6W的 这边才1粒Battery 不了 所以这个是小Arus 然后I Collector呢 是大Arus 可以看这边哦 Lita已经 Swiss MentorLE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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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odan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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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公用哦 大家可以记起来 好 我们来继续 来看这边 这里5.8的活动呢是要 啊 大家最终能够成功画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graph 我们来看哦 他的具备需要种种的blend down 与其这样子一直一直换blend down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装一个real start 转一个real start 你就可以直接调整它的 允团的高度 不用一直在猜一直在装 这样子哦 所以所存在那里头是5.5 5.15 我会让他分别当2.2kΩ 再大根把站A1 sebagaiIB 然后A2 sebagaiIC 所以我们有IB跟IC Base的circuit跟 Base的current跟collector的current 2.2kΩ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Ola nga tiga 好 我们来看他的lithatapad 他到底是怎么去分析 lithatapad有他自己的一个votan v1 等于1.5 然后他假设我们就 因为我们 就单独的看他的话 如果我们单独的看他的话 我们就知道他的formula是v.ir 然后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ganti 你看 我当ganti1.5 你当ganti2.2 exponent3 你得到的 我们得到的Ib是很小的 得到的Ib是用很小的 然后这里当你的Ib 能够到达一个数字 一个niline的时候 Ic就启动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哦 Ib的范围 Ib的dulat 只是0到1不了 0到1mA Ic的dulat是0到100mA 它是大电耳朵 当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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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 Bersa Ib 因为在这里哦 这个lita 他只是用一个 得到的votan 所以 当 你的 当我们的这个prentang niline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当这个nilineprentang niline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当然你的Rs 就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试验哦 就有点 倒反 它是开始是有电的 估计呢 估计这个试验 它开始是有 如果你要装mentor的这边 然后你这个也装一个mentor的话 一开始呢 这个 试验呢 它是两个都亮的 它并不是 但是好像刚才的呢 它是先测试 如果像刚才的呢 它是先测试 没亮 才来测试给它亮 这个试验就有点倒反 因为它先是测试 它是先让它亮的 为什么讲它是先让它亮的呢 因为它开始用的 认单啊 不够大 好像开始用的认单啊 呃 是这样多 它这里当然是一来越大 大大大大 大到最后哦 越来越大的时候啊 你的可以想象 你的ib是越来越小的 ib是越来越小 大到离谱的大的时候呢 你的ib小到变成0的时候呢 它就没亮了 它就不会亮了 然后你的 当然这边也是不会亮哦 对不对 你的ib不会亮的时候呢 你的ic也不会造成你的metall量哦 所以它认单一大 一大大 大到超级大的时候呢 ARUS就直接不能流动 而造成ib等于0 然后啊 你的ic也等于0 所以这个的后果呢 就是啊 当Rs 马进不上 ibs 马进不上 所以你的这边越来越大 我们的ib越来越小 通过这个formula 你可以解释到 ib越来越小 然后 它到最后就没有亮了 所以这个试验它是先亮着 先有亮 然后到最后是没有亮的 然后啊 这里课本有教我们一个formula 这个 这个是啊 感答案 感答案 amplifier 啊 它的效果 它的比例 ic跟ib的比例是多大 当然你看哦 当ib等于0的时候 ic也是等于0 就在这边 ok 但是刚才的 透过刚才那个activity啊 我们可以估计 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几组数据啊 coordinate coordinate 1 2 3 8 5 比如说这个 coordinate1 这是coordinate2 coordinate3 coordinate4 coordinate5 我们估计它的 排法是这样子 估计啊 这是 k1 k2 k3 k4 k5 这样子下来的 ok 因为它是一开始就是大的铃铛按了 在那边 大的铃铛按 在这一side 大的铃铛按 哦 不是 它一开始是用小的铃铛按 所以它是用小的铃铛按 小的就 就有比较大的 通电可能性 当它慢慢增加的时候 它的 arus 他8 就越来越小了 所以它 它我们 block的coordinate 是这样子block下来 但是也没有关系 反正它就是一条 啊 反正它的结果就得到一条直线 结论呢 就是 啊 如果我们不要在意它的铃铛按呢 如果 如果像刚才我讲 我们装real start在这边 我们装了 装real start 然后我们就不用管它的real start是多少铃铛按 我们只是直接看reading就可以了 看这个barjan emitter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调那个real start 先把那个barjan调到ie.00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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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象就是AMPLIFIER ARUS 好,接下来也有一些组装它是不需要两边都装电池 它只需要一边装电池就好像这个LITA 如果这样子的大家不习惯看呢,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把这个 这个这一side的battery把它改来 改来这边,这样子比较习惯看,就是习惯看回刚才的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把这个图 这个图我只是把它的总的温蛋掉来左边 呃,右边,不好意思,把总的温蛋掉来右边 然后其他的组装都是一样 R1 R2以及温蛋 output都是一样 嗯,好,然后他就,书本就有给我们这个formular 这个formular怎样来呢?这个formular是怎样得到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继续的简化为这样子 反正就是要把R1跟R2是ZARA-Bersili 反正就是R1&R2必须为Bersili 这个其实在Electric的课大家如果有深入的研究 大家也是可以掌握来的 我们现在是要重点研究啊,重点要研究的是R2的部分 R2的部分 等下我告诉大家为什么重点研究是放在R2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要知道 嗯,如果我要知道 Vodan2啊,因为我要重点研究这边 重点研究这一site OK 这一site 我要知道,呃,这个Vodan 这个阶段的Vodan 比较起那个总Vodan 它是怎样的一个差别 怎样的一个差别 我就用 Arus乘以R2除以 Arus乘以R1加R2 因为总Vodan啊 总Vodan等于IR嘛 I跟Zoomla R 所以也是等于I乘以R1加R2来的 然后 因为Arus在整个过程是一样的 整个 行动的过程 反正就是只有只有one way嘛 所以整个R2是得到的 只有一个NinlineR2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NinlineR2 这边也是一个NinlineR2 但是啊,这个区域呢 我们就用Arus乘以 给你当案R2 我们要重点的研究R2 然后这个是总的 下面是总的 所以就I乘R1加R2 最后我们会 cancel掉这个I 我们又把这个V2掉上去啊 我们就会得到 啊,sorry 把那个总V掉上去 我们就会得到V2等于R2除以R1加R2 乘以总V 如果大家要 另外的重点研究R1的部分呢 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类似的Formula 就是V1呢 等于R1除以R1加R2 乘以总V 这个两个Formula是类似的 略同啊,有点略同 它呢,不一样呢 就是如果你要找 如果你要找上面区域的 啊 V3 V3 你就拿 上面区域的R1除以总R1 乘以总R1 反过来讲 如果我要找的是 这个下面的区域 的V3 V3 我就是拿 下面的区域的R1 下面的区域的R1除以总R1 再乘以总的R1 大家可以明白哦 刚才我讲哦 我们重点要放在下面的论档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的论档案才能够 决定 B跟E之间的事情 因为我们 R1 能不能通电 就要看V3 B1啊 R1 能不能通电 就是要靠B1的部分 所以 呃 我们 我们 再继续来看一下它的解说 有吗 有解说吗 OK 这里已经直接到它Applicacy哦 但是在Applicacy之前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 呃 为什么我们重点研究 放在下面的那个部分 因为 我们 如果要让一个Lita Transistor 凭着 凭着 凭着一组的Battery 来 发挥呢 就是 有这种Pembahagi Wotan的 组装哈 只要有这种Pembahagi Wotan 或者Pembahagi Baza Upaya 的组装 的话呢 我们 重点都是看在 R2的部分 因为R2哦 R2 R2 TA 代表 V2TA 因为这个是TTA的 OK 这个总Wotan是TTA的 然后 呃 你的R2 越大呢 你的V2 越大 V2 当V2 超过V 那个 呃 STARTBARK 跟EMITTER的时候呢 BASE跟EMITTER的Wotan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成功 让 Lita Pengongpo 活跃起来 才能够让Lita Pengongpo 活跃起来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方式 看 一个方式就是看ARUS 当ARUS TAPAK 超过一个NILI的时候呢 那么ARUS Pengongpo 就有 有通电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当我们的VOTAN 2 大过一个NILI的时候 大过这个VOTAN ANTRA BE的时候呢 它就会让 Lita Lita Pengongpo也启动 所以我们可以用ARUS的方式去看 也可以用 VOTAN的方式去看 所以我们这边有讲一个重点 就是重要参考的是R2的情况 你来R2 越大呢 你来V2 就大 当V2超过VOTAN ANTRA BE呢 Lita Pengongpo就被启动了 这个大家要记得 大家记得了这个 这个点呢 我们接下来就比较容易研究这些 我们比较容易研究 这个部分 虽然很多字 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 概念 就是 你要怎样让这个Lita Transistor 只有一组Battery 你要讲 而且它是有一个Pengbaki VOTAN的 有两个Pengdang 你就把这个LDR 当作是一个Pengdang 我们有两个Pengdang Dissambung-Sterra be Siri 我们暂时不看这边 OK 我们就暂时不看这个的 所以靠着刚才的那个Formula 就是这个 靠着这个Formula 我们知道 要把这个放大 你的这个才会大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 人答案要大 你才能够 有 才能够有 ARUS 流通 足够 你的 你的这边呢 或者我换句话讲 你的这个 我把它放成R2 R2大 那么V2 就大 当V2 超过VBE的时候呢 这边呢 这边的VBE 那么 就有电 就有 ARUS 它把流通 然后 LITER本文部就 Dissambung LITER本文部就 Dissambung 了 OK 所以我们 可以不在乎 这边 可以不在乎上面的部分 但是下面的部分 主要 够大的时候呢 啊 它就可以Generate 它就可以 启动另外一个 B的那个里道了 刚才那个是用 VOTAN的方式来看 如果用ARUS的方式来看 我们可以夹夹 这样子想 我夹大家一个夹夹 这样子想 夹夹不了 就是 你有看到 如果这个R很大 这个R很大 我们的ARUS 这样子走嘛 这样子走过来 走过来 当这个R很大的时候 我就干脆不要 不要流过它咯 我就不要走这边了 我不要走这边 我走这边了 然后我才能够顺利的下来 然后回家 回家 然后我也带动了 因为我这样子 我在用一个比较深的笔 因为我这样子走啊 我这样子走的同时 我也带动了 这边也可以这样子走 已经开通了 那个起到 已经开通了 这个是在ARTA的情况 OK R很大的情况 如果下面的R很小呢 下面的R很小 ARUS有没有选择 我们可以夹夹这样想 这个是夹夹想不了明白吗 如果这个R小啊 OK我就走这边咯 ARUS这样子走走走 哎 反正这边收费站 不会贵 不会很贵啊 这边不会很贵 所以我就干脆走这边 干脆走这边回家 所以变成 你的ARUS啊 因为这边R小 小过这边吧 可能小过这边 他就干脆走这个自治下 OK 走一个LITA 一个 short circuit了 走这边 所以他就自己 外围的一个LITA 自己完成 但是就 没有Head loop gun 没有Head loop gun transistor 没有Head loop gun transistor呢 那么这个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这个 啊 结果就不会得到 嗯 不会得到这个要的结果 在这边 好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咯 现在我们来啊 从字眼上来看 这边我们有Brandom Beka Zahaya 有一些书 他是写 他的简写 他是写PP 啊 有一些参考书 不是CT 他是写PP Prandom Beka Zahaya PPC OK 然后英文呢 是Light Dependence Resistor Prandom Beka Zahaya 他是一个 啊 Prandom啦 他的银银银银 Prandom the 靠亮度来改变 他的银银银银银喇 他是感亮的 感 Een Prandom 对亮度他有Censor Prandom Beka Zahaya 它โal 晚上 what to club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亮度很低 所以他是晚上的时候 或者是亮度很低的时候 他是R高 R大 所以我们可以简写在这边 R大 R babila 然后 R小 R babila 走啦 白天就R小了 他就讲sebaliknya 白天他的人atangan就小了 ok 也就是人atangan LDR sangat低 什么意思呢 就讲这边R2很大 berdasarkan konsept pembagi WOTAN 如果有一个代号 WOTAN melintasi LDR akan meningkat 所以R2大 我刚才讲了R2大 V2就大 这边是V2 这边是V2 R2大的时候呢 或者是人atangan pada LDR大的时候呢 那么你的人atangan 你的 beza upaya merintasi LDR也会增加 Apabila WOTAN merintasi LDR melebihi WOTAN minimum antara B跟E 就是这句 WOTAN 或者你要写LDR LDR LDR WOTAN LDR merintasi 超过 WOTAN BE melebihi WOTAN minimum merintasi Rs dapat Akan mengalir 他就去 开通了 那个渠道 ok DALM Hitokan Tranisis Karan Ini Manyama Arus Mengongbo D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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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TAN D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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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AN DALM DALM 所以啊 隔壁的那个Lita 本文部就没有操作到 Lita 本文部就没有操作到 有一些问题啊 他会提到 你要怎么改良 才能够让这个灯啊 这个 这个可能是 这个组装是晚上亮 这个组装啊 是让它晚上亮 因为 为什么呢 晚上的时候 我再重复一次 晚上的时候 这个大 然后窩团也大 然后超过窩团比一 就有ARUS 有ARUS TAPA 流通 那么就有ARUS 本文部 然后你的MENTOR 亮 你看啦 这是晚上的时候 如果我要改良一下 把这个Lita 改良成100天亮呢 还记得吗 刚才这个东西叫做本巴哈基窩团 这个东西啊 叫做本巴哈基窩团 谁的AR比较大 谁就分到比较多的窩团 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谁的LIN TAPA 比较大 谁就分到比较多 部分的LIN TAPA 因为这个是TAPA的 总LIN TAPA是TAPA的 然后 比如说 你有财产 有一大笔财产 然后 谁的LIN TAPA 比较大 你的财产就给他比较大 或者是推动力比较大 OK 可以这样子想的啊 LIN TAPA 你得到的Portion LIN TAPA的那个Portion啊 就比较大 好的 现在我们是要改良这个LITA Transistor 来让它百天亮 百天能够亮 本来呢 本来这样子组装呢 它是晚上亮 OK 晚上亮 那么百天的时候 还能不能再亮呢 百天吼 我们要留意这个情况 我们要留意这个情况 就是白天的时候吼 它会发生什么 它的LIN TAPA会变成什么 ABABILA TURRA 它的LIN TAPA Bagi LDR是小的 所以白天 它的LIN TAPA反而是小 在这个区域啊 它的LIN TAPA白天的时候已经变成小了 所以它的WODAN也变成小去了 然后 它就不能冲过这个 它冲不过这个WODAN BE 所以就没有LIN TAPA 没有LIN TAPA 肯定不能亮咯 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百天亮呢 我们依然要保持 如果我们要做到百天亮的话 我们依然要保持这个东西是大的 对吗 我们依然要保持 下面的这个部分的BESAR 5BIA是大的 才能够冲得过这个WODAN BE 才能够造成有LIN TAPA有了LIN TAPA才会有LIN TAPA 很奇怪 就是这个LDR白天它反而是LIN TAPA 怎样办呢 LIN TAPA小是我不要的 我要LIN TAPA 怎样办 所以我们就把 有一个技巧呢 就是把这个LDR换位 换根这个R 把他们两者换位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图片给大家看到两者换位哦 所以要这样办 画出来吗 我就画出一个两个换位的 我们大概大概画出一个两个换位的 还是我就借用这个图 然后你们就不要看这个 不要看这个 这个是变成PRAIN TAPA 普通的PRAIN TAPA OK 然后这个就变成LDR 这个变成LDR OK 然后 记得我们要让它亮吗 我们要让它白天亮 不管白天亮还是晚上亮 总之呢 不管白天亮还是晚上亮呢 总之它这里的WODAN一定要大 这里的WODAN要大 它的LIN TAPA就要大 所以当我把LDR 调换位置 来上面的时候 记得咯 白天亮 beginning 所以白天LDR 的 亮单已经变成小了 它的亮单变成小 它所接收到的WODAN 它所得到的WODAN的Pmotion 就变成小了 所以一大部分的WODAN还是输送给 或者是分配给这个下面的 下面的人答案 所以我们只要 结论就是我们只要把LDR调换位置 就可以让他的灯泡摆天亮了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你要判 你要判断LDR怎样装 装在上面还是装在下面 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 你是要什么效果 我们是要看什么效果 我们总共有四个可能性 我们总共有四个可能性就是 你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要他Glub的时候 你要啦 或者是你要他Glub的时候 打尼啦 或者是你要他 三个就是Zera的时候 你要啦 或者是你要他 第四 Zera的时候 打尼啦 啊虽然是有四个看起来 其实他是只需要两个组装就可以了 还记得吗 刚才就是Glub的时候尼啦 就是这样子的完美啊 这样子原本的图片 这个原本的图片来 书本的 他就是Glub尼啦 Glub10尼啦 这个原本的图片了对不对 所以Glub10尼啦 Glub的时候尼啦就代表 Zera的时候打尼啦 所以他是一派的 他是一堆的 1跟4是一堆的 Glub的时候才亮 就是代表白天的时候不亮 对不对 啊 所以 你要做到 Glub的时候亮 或者是 白天的时候不亮 你就是这样子 组装 另外的 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要反转呢 就是我要他 反而 晚上 不会亮 反而是白天亮的 反而是白天亮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保留 如果你要他亮 不管怎么样你要他亮的话呢 你就要保留这边是属于vita 如果要保留这边是属于vita呢 我就要保留这边是r OK 那么啊 只要我白天的时候把 这个 换位 换来这边 把这个ldr 换来这边 然后把这个blend down 这个换成普通的blend down ldr在白天的时候他的 当然是 什么 ldr在白天的时候是 小的 所以他的 变成小的时候呢 他就 变成小 变成小呢 那么还是有一大部分的 保留在这边 那么就变成这把白天 他就会亮了 OK 所以这个是红色的部分 golabdanya 或者是zeranya 白天亮 晚上不会亮 这个是第2种搭配 第2种搭配就是要把我们的ldr 调上去那个位置 OK 如果ldr是照原本的图呢 如果ldr照原本的图是在下面的话呢 他就是 golabdanya golabdanya 就是这样罢了啦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termister dalam pengera golabdanya 所有的东西啊 他的关键就是要看 你的这个下面的 银蛋啊 够不够大 够大了 你的vodan就够大 你的vodan够大了 就会超越vodan antrabe 超越了vodanantrabe呢 我们就会 启动 启动了arus tapak 启动了arus tapak 我们就会启动了arus 我们来看这边 termister是一个感热器啊 termister是一个感热器 你来 pengera bengera mengiguk suhu pengera pengera tingy peng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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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bengera 所以他 跟上面那个ldr 是一样的 原理 就是当 有一点 奇怪啊 就是导反的 就是 低温的时候 冷静an高 suhubilic 低温的时候 他的冷静an是高的 ababella suhu di persecran meningkat 冷静an 要 menjadi renda 高温的时候 反而他的冷静an 变小 ok 高温的时候 冷静an 变小 记得了 高温 suhu persecran meningkat 的时候呢 他的冷静an 变小 高温的时候 冷静an变小 然后又这样办 只要他的冷静an变小 只要这个东西冷静an变小 他的窩团 他所分到的窩团就变成小了 因为这个leward要分给他 又要分给他 所以当这个冷静an小 他所得到的窩团就小 那么比较大的窩团就是 就是来到这边 比较大 同样的 刚才有讲我们讲 我们的注重点要放在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v2大 大到超越你的vbe的时候呢 他就会由aristapa流通 那么就能够generate你的penggara penggara就是 这里他放车 反而是放一个mentor penggara就是一个alarm 这样子咯就会响咯 所以apabilia suhu persecutan termista meninggat 他感觉到热了 你拿lighter去烧他 他就alarm响了 明白吗 你拿lighter去烧他的sensor来 然后 他就会感觉到 不用不用直接烧到他的地方 你靠近他 他感觉到一个火焰啊 他感觉到suku meninggat的时候 到了他的一个 suku tinggat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的rentangan一来一滴的时候呢 那么rentangan一来一滴 votan就一来一滴 那么大部分的votan就会被 分布来这边下面的部分 Bedasakanconcept per bagi votan apabila votan merentasic termista berkurang votan merentasic perlentang r Aka meninggat 这边 这边得到小的财产 这边就会得到大的财产 所以vr meninggat apabila vr melebihi votan merentasic cbe maka arus dapat mengalir dan transistor dapatdihidokan gadani muni marcikan arus pengumpul IC 也被启动起来 dan lita mentor akan banya啦 这个只是一个啊 感觉到热的那时候他就亮起来 ok Penggera lita penggera真正是alarm的 System来的就是 啊当 可能有发生火灾 或者可能即将发生火灾的时候 那感应器感应到了他就会想起来 lita in the sustrysbg switch automatic delarm system penggera 搞完了输入 ok 这是控制 温度的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嘞 啊这个就是 ldr的部分 在 led 他讲led 哦led在这边 led是也是一种 发亮的 只是light emitter light emitter diode 会虽然他的符号有点像diode 但是他是发亮 他是用发亮来 工作的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ldr 因为哈 你看他这边是 可能这个图像太模糊了 哦 我猜测了我 我们就把这边定义为positive 反正红色嘛 这边就negative 这个lita 跟这样子装也是一样的 跟这样子装也是一样的 sama dunya 所以我就不管他啦 然后这个主装跟前面一个图有什么分别 这个也是ldr来的 ldr 现在ldr装在上面了哦 你看跟这个图 跟 这个图有什么分别 这个图是 晚上亮 ldr装在下面 这个图是 ldr装在上面 你可以估计到他是晚上不会亮 反 反而是白天亮 OK Summon跟kit resistor 然后 然后 berkalen 6 word hidup跟swiss dan common tutube ldr 跟加力 加力 OK ldr如果被关起来 你因为他是感光吗 他是感光器吗 感应那个光度 光线 如果我们把 ldr tutup 跟加力啊 他感应不到光线 什么 什么情况 还记得吗 在没有光线的时候 他的人 当然是高的 对不对 大家可以 去关掉他 手去遮掉他 可以接触到的阳光 或者是光线 他就被包起来 被包起来的话 他 他detect到的光线就很少 那么他的认单就高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 Alpabila这个你 tutube dengan加力啊 他 他就是 tutube dengan加力 他就是认单了 打 照这个 这个逻辑啦 就是 小 小 小亮度的话 他的认单是高 小亮度 他的认单是高 所以我们就 关着的时候呢 他就是 认单 发帝干什么 达mentor 啊 lampu LED 本来啦 atau spolet 估计他是不会亮 估计不会亮 是吗 还是会亮 OK 这边 得到 Ata吗 那么这边就Vta 这边得到Vta呢 这边就得到V小咯 V小呢 这边就 失败了咯 对不对 这边就失败了 他不能冲垮那个 不能冲垮这边 不能冲过这边 所以这边失败了呢 我们就不会 整个Lita就失败了咯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不冲垮了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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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哦首先是没有关的啊 首先是没有 Gamudian才用手关 Gamudian才用手关 首先是有开着的 首先啊 他是最后才用手指关的 所以用手指关的时候呢 他 他就脸蛋按大 然后这边 窝蛋大 这边就窝蛋小 所以用手指关的时候 他才会关 按按起来 他才会 没有Nyala 当开始的时候 没有用手指关的时候 他是 可以 Nyala的 OK 因为 当没有用手指关的时候 他的 他有接纳到 量吗 他有接纳到量 他的脸蛋按就小 OK 在这个阶段啊 这个阶段啊 他的 脸蛋按LDR 是小的 因为他有接触到光线 然后在这个阶段呢 他的脸蛋按LDR 是大的 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光线 然后这个 V V小呢 他就 把大部分的 V 贡献给这边了 贡献给这边 下面的部分 所以大部分的V贡献给下面的部分 那么就有量 在第3个step的时候 在第3个step的时候 LDR 的脸蛋按 大 那么V LDR 就是大了 也是大部分了 OK 然后他 能够 捐给这个下面部分的V贡献就变成小了 变成小他就不能 不能冲垮 这个V贡献给 所以他就不会 Hidup干整个Lita 这个 Kawalan 疏忽的 这个组装 就跟上面的 上面的这个组装一样 OK 跟这个组装完全一样的 这个是用手机让他热起来 Bagamana transistor Bagamana transistor 是 高 Termister的铃铛按是高 当他是 小舒服 然后 Termister的铃铛按是小 当 大舒服 OK 如果 我们先看大舒服啊 就是 他感觉到热能了 他感觉到热能了 感觉到热能的时候呢 他的铃铛按 变成小 铃铛按变成小 这个区啊 这个区 铃铛按变成小 瓦丹就小 瓦丹小呢 他就捐了比较大的瓦丹在这边 瓦丹大 瓦丹大 超过 这边瓦丹比 那么这个就有Hidup了 这个部分就有Hidup Lita Tapa就有Hidup 然后你的Lita Bangalua 整个Lita就Hidup了 所以这个就有亮 就有亮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了 用那个 啊 pembagi water 的方式来解释 你可以讲说 啊 他讲 他问什么 解释为 这个 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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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 point就是 mengikut prinsip kerja pembagi Wotan rintangan yang rendah pada thermistor akan mendapat Wotan yang lebih kecil pada bahagian thermistor maka untuk rintangan bahagian bawah 这个部分 我们看不出品出 它是标记 R什么 rintangan G 你就有一个标签 比如说 R2 maka Wotan merentasi R2 adalah lebih tinggi Wotan merentasi R2 adalah lebih tinggi kerana Wotan merentasi thermistor adalah kecil sahaja takkan secara apabila Wotan merentasi R2 tinggi dan melebihi 或者是 mencapai nilai minimum maka Wotan BE dapat dijanakan 或者是 dilepasi ok 你可以通电 arus dapat dapat mengalir dalam lita terpat maka arus pengumpul juga terjian pada lita pengumpul maka 这个 LED 就 berjalan 就是这样 哦 apaka apaka pengumpul pasai yang pulut di la kuca supply LED poli di gan ting lojang electric lojang electric 的话 我们这边就反而要装那个 lojang 哦 就好像你的 啊 这边可能有一个图片可以参考 这边我们就装一个 lojang哦 这个就是一个alarm的 ok 装一个alarm的那边 就这样不了 ok我们 课本的 课本的 啊 applicacy 给这个 transistor lita transistor 的呢 只有 就减两个不 哦 一个是 这个 kawalan alarm的 一个是这个 swisskawalan zahaya两个不两 但是啊 我们要学的比较完整的话 我们必须要学 lampu automatic的也要学 然后 kawalan zahaya的 啊 这两个差不多一样 ok 再来就是 kabakaran的 两三 然后呢什么呢 啊 也是两个啦 也是两个 我看一下有什么差别 这个 我们有三个功课 一个是这个是用 real start ok 这个是用real start 来调整 如果不要用real start 来调整呢 我们用这个 LDR来 装到这边呢 它会有什么不一样 啊 这个就是kawalan zahaya的咯 再来 还有一种就是 啊 alarm system的 就是感热气 刚要发生火灾的时候 它感应到了 它就 响起来 这个就tarmester要装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做这个功课 我们 我们有机会再讨论 我们今天 大概就学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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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